我们接着上节课的内容来讲一下 上节课的时候我们说过了 当危险来临的时候 是要积极的调整自我的一个状态的 像是这个通过呼吸 然后让自己放松下来 这个集中注意力 还要注意的是 及时的摆出预警姿势 然后根据对方的一个移动而移动 来保护好自己的这个安全区域 那么在这一系列的过程当中 还有一个是必不可少的环节 就是你要对周围的一个环境 做出一个快速的分析 这对我们逃脱路线和这个计划 都非常的关键 下面我们就来具体的看一下 首先啊 如果这个危险是发生在室内的情况 就像是这个室内抢劫呀 这些这个入室的这些情况 这里的室内啊 确切的说应该是不在虎外范围之内的都算 包括房间里啊 楼道呀 电梯等这些密闭的空间都算 那么我们先来看一下房间内啊 在房间里发生冲突的时候 你要以最快的速度 先去找这个门 要找出口 门是转移或者是逃脱时候的一个必经设施 那么很多这个朋友 他会受到影视剧作品的一些影响 认为在封闭空间内 应该是尽量的站到这个房间的角落里 以保证每个敌人都在自己的这个视野范围里 但是这是一种错误的方法 因为这样的站位 它只能让你无处可躲 就直接给对方提供了一个围攻的距离和区域 所以正确的做法 并不是说贸然去尝试的变换一下位置 而是应该先观察一下 离我们最近的那个门的位置在哪 你要粗略的计算一下 如果奔向这扇门 大概的一个用时 而且也要保证这扇门 是在我的这个视野范围内就可以了 在这个周旋的过程中 都是一定要以这个门口为目标的 只要有合适的机会 要马上的向外跑出去 下面我们再说一下楼梯 当在这个楼道遇到歹徒的时候 就需要注意观察一下 这个楼梯有几个都是在什么方位 一般这个有楼梯 或者是楼梯较多的场所 它空间它都不会太小 当门走不通的时候 我们可以利用楼梯进行周旋 就是找寻一些其他的出口 有没有向下的楼梯 你像大型公共场所的地下一层 都是停车场 这显然就是一个不错的逃走选择 那么如果是在小型的建筑物里 那么地下一层 往往是一些通向空间狭小的仓库 或者是地下室 这个时候就要尽量的避开 如果没法快速的从门口出去 或者是没有合适的一些楼梯口 你就要考量一下 这个周围的家具呀 你的这些生活用具呀 是不是可以为我们提供一些帮助 赢得一定的时间 像退伍可退的时候 我们可以将椅子举起来 可以和这个长刀呀 铁棍呢 一些匕首啊 这些武器进行一些周旋 如果情况危急的时候 就是为了自己和家人需要的时候 以命相搏 那么应该要这个优先选择一些尖利的物品 作为武器 像是家里常见的这个剪刀 改锥 当然这个菜刀也是可以的啊 或者说实在没有 这个写字的笔 然后你的钥匙 包括这个餐桌上的这个筷子 叉子都是可以的 如果实在没有 才能考虑下面的一些物品啊 就是这这类生活用品 它的重量都比较轻 动作也比较小 这个是有穿刺性的 攻击率是较高的 在阻隔物比较多的复杂环境里 作战是比较适合的 那个像棍啊 棒啊 等这些 挥击性的武器 它对作战空间是有一定要求的 且攻击频率也都比较低 轨迹周期比较长 不利于在这个短时间内 那个击杀敌人 我们这里传授给大家一个小小的技巧 就是对于冲上来的敌人 不要后退 因为身后就是除了桌椅板凳 可能就是墙壁 我方是可以尝试通过这个双腿弯曲 降低重心 然后蹬地上步 将身体贴上去和敌人近身的 那当然不要离得很远 就把这个武器送出去啊 然后再选择这个敌人的眼睛 脖颈 肋骨 这些部位啊 离自己就是最近的那个部位 进行一些高速率的这个连续的刺激 这是对于这些没有受过训练的普通人 的一些比较合适的作战方案 那么如果没有拿到武器的话啊 就是选择一些合适的时机来踢当 那么你像这个踹膝盖 踢筋骨 这些就只要你能想得出来的 并且能够做得出来的 这些暴力点的这些防卫动作都是可以的 那么接下来我们再来分析一下 就是如果是虎外环境 应该做一个什么样的分析 室外环境相对于室内环境来说 生还的概率还是要高出很多的 在户外遇到危险的时候 我们要观察一下 这个周围的环境 大概是什么样的 也要分辨清楚 你跑应该是要往哪里跑的 我们还要记得一点啊 就是在撤退的时候 一定是要奔向人最多的地方 就人越多 你跑起来虽然很不方便 但是敌人追起来 他也不方便 他可能就是追上一段路之后 他就很容易放弃 而且这个人多 他也不会做出太猖狂的一些举动啊 但是人少的地方就是 你跑起来很容易 但是他追上来也很容易 尤其是我们对于女生来说 这个如果是没有 这个长时间的训练些跑啊 或者是跑的耐力不够的情况下 很容易就会被这些男性歹徒追上 而且像这种人少的地方的话 目击者也比较少 一旦被追上这种敌人 他是很容易变本加厉的 进行一些试暴的啊 包括这个暴力性击打 都是可能的 最后我们再补充一点 这个驾车行驶 它也是属于户外的环境的 那么对于一般的驾驶纠纷 就是如果我们不具备这个正面搏斗的能力 那么请不要轻易的离开车子 因为车内是你最熟悉的环境 如果敌人丧心病狂啊 也一定是尽量的在车内跟他周旋 那么我们在前面的课程当中 也这个专门讲过这个问题 大家就有需要的 可以再到前面的课程中去看 好 关于危险来临时 我们可以做些什么就讲到这里 希望大家课下的时候多多练习 下次再见